好恨 好恨 哎你们知道吗 有网友在我视频里 认出之前老来我家吃饭的个法国女邻居 居然是个自己有酒庄的富婆 今天听说她表哥从老家来巴黎了 我趁这个机会请他们来家吃了个饭 探一探到底是个什么家庭 一顿四川火锅配上山西的焚酒 几个回合下来 这表哥就进入状态了 拉着我丈母娘非要喝焦杯酒 场面一度都有些失控了 后来才知道这法国人喝焦杯酒 是表示好哥们兄弟的意思 最后一整瓶粉酒溅的底我才套出来 原来这富婆邻居的乡下还真有自己的庄园 祖辈上就是自己种葡萄酿酒的 这次这个表哥就是平时帮他给他看家的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尝中国的白酒 颠覆了他一直以来对中国酒的固有印象 让他饺子口感出奇的惊艳 几乎可以跟他老家酿的酒相媲美了 我可这小壳闹的 书可忍 婶都不能忍 当场我就问他敢不敢来比一比 结果人家说只要你敢来随时奉陪 这看来是时候好好给他们上一课了 明天我就带上我压箱顶的茅台 亲自下箱去会会他们